疫情区管桃源市各地振兴活动是日趋热络 大西木医生态博物馆新开设的公益教室推广活动也陆续恢复了 包含书法、专案科、茶道还有花艺等课程 内容多元也邀请民众上网来报名参加 历经六年推动大西木博物馆完成全面开馆 位在警察宿舍群的其中一个馆设 特别打造为公益教室 书法老师带领民众在舒服的木质空间练习写书法 因为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要怎么写的时候 我们会习惯就觉得笔好像不稳 对 就是好像下笔会栩栩的 写字就是运用毛的弹性 然后你去掌握那个提案 像一开始我们现在已经写过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如果线条训练的话 我会从笔的提案开始 尖尖的笔尖下去之后往下压 然后缩形的往上停 再往下压 力道的掌握 随着疫情趋缓 公益教室恢复各项教育推广活动 有民众带着学生参加免费三小时的书法课 因为我们最近在教他们写字 然后觉得小朋友都歌词对得不是很好 那之前我自己有学过 我就是说书法很棒 然后就搜寻了一下 就搜寻到大西木仪这边 然后老师都教得很清楚 一笔一画这样帮他慢慢练讲很好 书法老师是台湾艺术大学书画艺术学系毕业的本科生 写书法超过20年 也成立工作室 进行转科等服务 为了推广书道开设免费课程 让学员透过一个下午 就能带着自己的作品回家 未来很快我们也会有 我们现在有一个日本的七役的 古宝级大师 鸟毛青老师来到大西进驻 所以他也会开三日的工作营的课程 这样的公益基地的精神 就是我们希望把传统公益 相关联的整个创作里面 可能相关的公益 都能够在这基地持续推动 那相关的活动讯息 其实在木博馆的粉丝页 都会有持续的公布 那欢迎大家追踪 包括书法茶道花艺等课程 都能透过线上报名 木博馆借此推广更多 公益类型的课程 传承文化也创新视野 就会有什么课程 也会有什么课程 就会有什么课程 就会有什么课程 就会有什么课程